现在是读经时间 今天的经文取自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六到第二十八节 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六节 圣灵亲自和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然是儿女,就是后次,是神的后次 也和基督一同做后次 我们既然和他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第十八节 我看现在的苦难与将要向我们显出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 被造的万物都热切渴望神的种子显现出来 因为被造的万物浮在虚空之下 不是自己愿意这样 而是由于使他屈服的那一位 被造的万物盼望自己得着释放 脱离败坏的奴役 得着神儿女荣耀的自由 我们知道被造的万物直到现在都一同在痛苦身影 不但这样,连我们这些有圣灵作为初属果子的人 自己也在内心叹息,热切期待成为赤子 就是我们的身体得俗 我们得救时就存着这盼望 但是,看得见的盼望不是盼望 因为谁会盼望自己看见了的呢? 但如果我们盼望没有看见的 就会耐心地热切期待 照样,圣灵也在我们的软弱上帮助我们 原来我们不晓得应当怎样祷告 但圣灵亲自用不可言喻的叹息替我们祈求 那监察忍心地 晓得圣灵的心意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我们知道为了爱神的人 就是按祂旨意蒙昭的人的益处 万事都一同效力 三十多年前 有一个拉比,名字叫做Kushner 他的十四岁儿子患上了一个汗油的病 死了 他就在哀痛当中写了一本书来纪念他的儿子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当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的时候 大约三十年后 他又写了另外一本的书 是这一本书的戏剧 2012年出版的书 是叶伯记 当坏事发生在一个好人身上的时候 这两本书都是畅销书 他们之所以畅销 不是因为这两本书写得很好 而是因为这一个拉比 毫无保留 测裸裸地 就说明了他内心的挣扎和感受 在他后来的这一本书里 他讲了一句话 很触发人的思想 他说 当你挖一个坟墓的时候 无论你放多少的土壤在里面 你永远没有办法 把这个洞给填满 是的 这个拉比克里斯尼 他接触了 处理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他在谈论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就是你和我所有的人 迟早 不然就是已经发的一个问题 就是 主啊 为何 主啊 为何 我们之所以问 为何 为什么 因为我们相信 每一样事情的发生 是有原因的 然而 我们所要的原因 不是那个自然的原因 不是地球气温的问题 不是地下板块移动的问题 这些不是我们要的自然答案 我们的问题 我们所要的答案 我们所要的原因 是道德性的 我们问 为什么 是这些人 受害者 为什么 不是其他的人 为什么 是现在 为什么 不是其他时间 我们必须承认 为何 的问题 是不能帮助我们 解决 除掉我们的痛苦 即便我们 问了多少的问题 他们都没有办法 除掉我们内心的苦难 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 他们 这些问题 使我们 内心深处 至少 感到 舒服一点 这些问题 帮助我们 能够去 哀悼 我们所失去的 这些问题 帮助我们 传递我们的挫折感 这些问题 帮助我们 表达出 我们的感受 当我们问 主啊 为何的时候 让我们 来到 他的话语 让我们看 主要 如何 告诉我们 在罗马书 第八章 十六节 到二十八节 罗马书 第八章 十六节 到二十八节 一般上 人是从 第十八节 看到 二十七节 十六十七 跟二十八节 都不看 只看 这一段 然而 我认为 十六十七节 还有第二十八节 是重要的 因为他们成为 一个框框 把这段经文 也夹在一起 换一句话说 这个 两个框框 是在帮助我们 进到这段经文 帮助我们 来看 从这段经文 来看我们 所面对的苦难 对十六十七节 圣灵亲自 和我们的灵 一同证明 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然是儿女 就是后世 是神的后世 也和基督 一同做后世 我们既然和他 一同受苦 就必和他 一同的荣耀 第二十八节 我们知道 为了爱神的人 就是按他旨意 蒙造的人的益处 万事 都 一同 效力 我们之所以会问 主啊 为何 是因为 因为 我们知道 神在乎我们 我们知道 神建顾我们 我们知道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 神的后世 请你注意 在第十七节 有三个很强调的重复 说 我们是神的后世 我们是后世 然后 神的后世 再后 我们与基督 一同做后世 圣灵 在我们内心 告诉我们 我们是神的儿女 因此 我们问 主啊 为何 然而我们不单问 知道神是 我们的父 我们是他的儿女 我们之所以问这个问题 主啊 为何 是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的 神的荣耀 或者说 最终的得胜 要在我们的生命上 显现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 按照神的旨意 蒙造的人 有朝一日 第二十八节 告诉我们 有朝一日 在很奇妙的时候 万事要一同效力 是的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告诉我们 我们是神的儿女 提醒我们 我们是神的儿女 告诉我们 这一切 最终 有朝一日 很奇妙的 所有的事情 发生在一起 要给我们 带来好处 我们可以 继续不停地问 主啊 为什么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当我们没有办法 再发问的时候 圣灵 要把我们的眼泪 带到神的 施恩宝座面前 再把我们的眼泪 倾倒在神的脚下 请问 你的苦难是什么 你所经历的是什么 请问 你最近一次 什么时候 你发现 你破碎的心 已经不能再破碎了 在你内心深处 有什么苦难 有什么痛苦 是永远不能消除的 当我们把这些 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问 主啊 为何的时候 我们深深地知道 这些的事情 每一样事情的发生 都有它的目的 否则 我们人生 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 我们也要知道 就是 很多时候 我们所发出的 为何 是没有答案的 很多时候 甚至如果我们所发出的 为何 有答案的话 这些答案 我们不一定会感到满意的 然而 很奇妙的 我们不停地问 为何 为何的时候 我们也就在这个 为何 当中 成长 小孩子 一天到晚都在问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那样 一个六岁的小孩 小明问他的爸爸 爸爸 为什么天色是蓝色的 爸爸回答说 我不知道 小明一问 爸爸 爸爸 为什么地 球是圆的 我不知道 孩子 我不知道 爸爸 爸爸 神从哪里来的 孩子 我不知道 小明就问 爸爸 你不在意吧 我一直问你这么多问题 爸爸回答说 他难不在意啊 你不问 你怎么知道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为何 的答案 是什么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如何 面对 我们的苦难 注意这两个的差别 圣经虽然没有提供 为何的答案 圣经告诉我们 如何面对 我们的苦难 第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 我们知道 被造的万物 直到现在都一同 在痛苦生灵 不但这样 连我们这些 有生灵作为出疏果子的人 自己也在内心叹息 热切期待 成为世子 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输 我们得救的时候 就存着这盼望 但是 看得见的盼望 不是盼望 因为谁会盼望 自己看见到的呢 但 如果我们盼望 没有看见的 就会耐心的热切期待 什么是盼望 我们盼望病会好起来 我们盼望一起快点过去 我们盼望下雨 昨天下雨了 我们盼望 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盼望 有人认为 盼望这个事情 是一种 一厢情愿 是一种的幻觉 不是真实的 因为苦难才是真实 可以触摸得到 盼望是很缥缈的 有人跟说 你的盼望越高 你的失望就越大 是吗 盼望不仅仅是一个名词 盼望是生存的必需 身体需要氧气 同样 心灵需要盼望 没有他就活不下去 研究告诉我们 一个有盼望的人 他的生命是很不一样的 怎么说呢 一个学生他有盼望 他的成绩就会好一点 这个运动员他有盼望 他在场上的表现就好一点 这个老人家有盼望 他的生命就活得长一点 这个病人有盼望 他的病就会好快一点 是的 一个有盼望的人 他就会坚持 不会放弃 他会继续的奋斗 然而我们在这里 所谈到的盼望 却不太一样 我们不是在谈那种 看得到的盼望 我们是在谈的盼望 是在神里面的盼望 对神的盼望 对神的信心 对神的信任 因为祂是我们生命的主 祂是我们灵魂的救主 祂知道我们的需要 我们是祂的儿女 我们坚持这个 我们知道祂建顾我们 那我们都知道 每一样事情发生的原因 必然四处必有因 我们要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 我们问为什么 因为我们如果能够给这个 为何有了一个答案 有了一个解释 有了一个意义 我们的苦 我们的痛 就比较容易 能够承受 我们就比较 感到舒服一点 多年前 多年前我去探访的时候 就遇到一种很小的车祸 那时候我的业母还合着 她就说 你遇到车祸 因为你出门前没有祷告 是这样啊 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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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在于我 原来因为我现在知道 为什么我会遇到车祸 因为我没有祷告 所以错在我 不在神 是在我 你接受这个答案吗 但是这个原因 告诉我们 至少 有一个答案 使我能够容易面对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一个答案 不能够满足我们的 我告诉你 有好多好多的人 都祷告 而且祷告得更热切 但是他们所遇到的是 更严重的灾害 甚至生命的伤亡 是的 我们要面对一个事实 就是 许多为何的问题 是没有答案的 许多为何的问题 即便我们有了答案 我们也不一定会满意的 许多为何的问题 可能在今生 我们永远不会有答案 作为牧师 我们常常看见 许多的死亡 许多的苦难 那我们问 万事如何一同效力 坦白说 万事如何效力 我不知道 但是 很奇妙的 很奇妙 很奥妙的 我们发现 有朝一日 事情都会变得很和谐的 很奇妙的 那你可以想想 一个小婴孩的过世 我们知道神在伤痛 但是神在伤痛 这个小孩的 离开世界的时候 小婴孩的死的时候 神同时也借着这个小婴孩的死 让他的名字 得作荣耀 为什么这样 我不知道 我也没有答案 我们看见 神所厌恶的事情 比如说 天灾 人祸 疾病 战争 自杀 破碎 这一切的一切 神是厌恶的 然而神 容许这些 他所厌恶的事情的发生 以至 达到另外一个 他的名字 在这些事情当中 得作荣耀 那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明白 我也没有答案 然而 然而 我相信 我相信一样事情 当我们 把我们的苦难 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就要在他里面 得享安息 当我们把我们的软弱 带到神面前的时候 他就把他的杠墙 给我们 当我们把我们的眼泪 带到神面前的时候 他就给我们 他的喜乐 神 掌权 控制一切 他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是他的儿女 他爱我们 我们是以耶稣基督 一同为后世 他的圣灵 在不停地 为我们祷告 是的 我不知道如何 万事能够互相效力 但是我知道一样事情 神的荣耀 要在我的身上 要在我的身上 彰显出来 圣经虽然没有告诉我 为何的答案 但是圣经告诉我 如何 我要如何 让神的荣耀 在我身上 彰显示出来 或许我们应该停止问 主啊 为什么 我们应该开始问 主啊 如何 主啊 如何 我要如何充分 我目前所面对的 主啊 我要如何 让我目前所面对的 配合 你的整体 救恩的计划 主啊 我要如何 让你在我的软弱里面 彰显 你的杠墙 或许这些是 我们要问的问题 当我们从 为何的问题 转到 如何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眼目 就从 往内看 转到 向上仰望 我们就开始 从 失望 进入 盼望 是的 无论你的生活 有多黑暗 无论你的内心 有多痛苦 无论你现在 所面对的是什么 你可以有一个选择 你可以选择 绝望 或者选择 盼望 你可以选择 发问 主啊 为何 你也可以选择 发问 主啊 如何 主啊 如何 我要如何 让你在我现在 所面对的苦难当中 显出 你的座位来 有一个故事 是我很喜欢 但是又非常 伤痛的一个故事 很多人也听过 这个故事 这个 好的故事 可以不停地诉说 那是发生在多年前 我还在菲律宾 宣教的时候 认识一个姐妹 这个姐妹 她的丈夫 很早就离开她 留下她 寡妇 要一个人 养育 两个小女儿 她很辛苦地 就把这两个小女儿养大 后来我离开 去深造 我在国外的时候 就听到消息 说 这个姐妹 她的大女儿 大学毕业了 找到一份 很好的工作 在银行里面 哇 我们大家都替她高兴 谁知道 妈妈的高兴 好景不长 妈妈的高兴 一下子就破灭了 因为这大女儿 有一天 突然之间 患上一个奇怪的病 就死了 妈妈的心 破碎了 若干年 几年后 她的小女儿 也长大了 大学毕业 而且就 去读神学 奉献 准备做传道人 妈妈的心 得到极大的安危 有一天 放假回家 小孩子 飞回来 就要给妈妈 一个惊喜 就静悄悄地 坐了一辆 计程车 从机场 回家 在回家的路途 路途当中 还没有到家 这个小女儿 就在这 计程车里面 死了 她所患上的病 全身血管 不停地爆裂 就跟她的爸爸 和她的姐姐 一样的病 很罕见的一个病 你想 这个妈妈的心 破碎了的心 再一次地破碎 不能再破碎 再破碎 后来我到 菲律宾 去看这个 姐妹的时候 我一句话 也不能说 我只能够 拥抱着她 跟她一起流泪 后来 在一个主日 我在礼拜堂的厨房 看见她 她在预备圣餐 她把饼 把杯预备好 我看见她的时候 演艳地看见她 我说 这是一幅 漂亮的图画 这是一个人 深深明白 主耶稣苦难的姐妹 因为这个姐妹 她已经不再问 主啊 为何 她在问 主啊 如何 她问 主啊 我如何 让我所尽力的 成为 你荣耀的出口 我如何 让你的作为 在我的破碎里面 彰显 我如何 让我的软弱 彰显 你的钢墙 你的荣耀 后来我就离开了 若干年后 我又回到菲律宾去 我看不到这个姐妹 我就问朋友 她去了哪里 朋友告诉我 这个姐妹 最近刚从外国回来 旅行 得了一场病 就死了 我卡在那边 我顿在那边 说不出话来 我问 主啊 主啊 为何 为何这样 你为何让这个姐妹 来到世上 结了婚 剩下两个小女儿 然后 丈夫 丈夫就死了 大女儿也死了 小女儿也死了 现在 她也死了 我问 主啊 为何 为何 后来朋友告诉我 一样事情就完全改变 我的问题 从为何 赚到 如何 她说 朋友告诉我说 这个姐妹 她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 我们大家都知道 她是一个 很普通的人 但是她在生前的时候 感动了许多的人 现在 当 追思礼拜 在葬礼的那一天 整个殡仪馆 挤满了人 许多的人都来 殡仪馆挤得水泄不通 这个姐妹 生前 生命 感动了 她死了 生命在继续 感动了 她现在死了 她的信心 仍然在说话 我就明白了 我不再问 主啊 为何 这个残局 我说 主啊 主啊 她的生命 要如何 荣耀 你的名 是的 弟兄姐妹 让我们停止 问 主啊 为何 我们开始问 主啊 如何 主没有欠我们 任何的问题的答案 让我们开始问 主啊 我要如何 让我的不幸 显出 你的荣耀 让我们问 我们的主耶稣 那 为我们经历患难的主 知道我苦难痛苦的主 如何能够进到 我的生命 让他在我里面 做工 我要如何 在我的软弱上 彰显 神的刚强 让我们一起 来祷告 天父 我们感谢 你在耶稣里面 我们得胜 友谊 我们感谢 你 我们可以 向你发出 如何的问题 很求你 让我们 不再问 为何 而是问 主啊 我们的生命 如何配合 你所 赐给我们的 美好 救恩 故事的一部分 让我们的生命 彰显 你的荣美 无论我们如何 我们都能够 显出 你的荣耀来 让我们一起来 领受祝福 但愿那是盼望的神 应做你们的信 把一切喜乐平安 充满你们 使你们靠坐圣灵的大能 满有盼望 愿恩惠 怜悯 平安 从神和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在真理和爱中 常与你们同在 从今 直到永远 阿们 让我们一同 安静摸倒 我们在平安 散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